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风云诡决的年代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那延续十多年的政治活动 演变成了文化灾难 这场文化灾难 我们今天称为文化大革命 对于中华的文明还有社会 都造成深远的影响 其中一项到今天 还让大家记忆犹新的 那就是当年的这个 批邻批孔的活动 那当年有许多的作家 将这些政治人物 跟古代的这些经典里面的人物 做一个结合 包括了作家巴金 其实这是一个编辑 那个委托巴金的名字来写的 叫孔老二罪恶的一生 最主要要讲到 中国为什么在1840年后 没有任何的进步 甚至往回推到明朝 跟西方文明产生了黄金交叉呢 有许多的这些读书人 知识分子将他怪罪到孔子上面 不过经过了一段时间 到了1980年代之后 政治的热潮终于过了 他们重新再看到了 这个古代学说 它珍贵之处 那1986年从台湾传过去的一些 无论是文学的作品 或者是绘画的作品 深远地影响到中国近代 我们的发展 那么在2004年 到全世界各地 所成立的孔子学院 这是在这样子一个思潮之下 来向全世界来推行 所谓的孔梦的思想 那么可以在不同的角落 包括了这是柏林的市区 可以看到孔老夫子的形象 还有可以看见上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到底孔子的形象 在我们心中是什么样子 《论语》到今天现代的生活 也可以带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 让我们一起青春爱读书 青春爱读书 看年轻人读什么书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作品 《论语》 我们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孔子 那么现场我们也邀请到 这个许许多多爱读书的年轻朋友 欢迎你们 跟着我的tempo 五六七八 孔子教我时时反省自己 请学否 尽力否 诚信否 否 人师努力 答案答案我要积极向上 有恨心 有毅力 我们是有品恒义人 孔子教我们 义者单有 有知有量有多文 恒义恒义恒义 Fighting 孔子教我需要我的智语学 学爱细细之福一乐乎 有朋之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好山好水 父亲山顺 礼人为美 孔子教我 几日立而立于人 几日达而达人 其所不日 勿施于人 台南此中 我要成为有德之人 寿山以文会友 寿山以友辅人 寿山以人教育天下英才 孔子教我们 当人不让于失 好 那么在欢迎完之后呢 我要问一下 就是你们都有念过 论语吗 有没有 有 有哦 那但是呢 你们喜欢吗 你的布就跳出来了 来 寿山口中同学 不喜欢 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呢 因为还蛮枯燥乏味的 很枯燥乏味 对 而且还要拿来考试 还要拿来考试 对 我在你这个年纪 我也不喜欢 还有谁有不喜欢的呢 我不喜欢是因为都是文言文 不想花时间去研究它 不想花时间去研究它 是不是 好 这个答应也不错 天晴 你呢 我觉得透过论语 然后可以去 就是学习到一些儒家的 就是思想 而且因为它是 主要是讲理 还有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 是 你很有趣 是不是 那当然呢 《论语》这本深刻的影响 中国政治跟人文色彩的著作 那长久以来呢 就影响到从形说的中华文明 但是我们对孔子到底了解多少 2015年 蔡志忠老师所出版的《孔子记行》 为我们完整勾勒了孔子的一生 我们一起来看看VCR 许多人认识蔡志忠 是从他创作的一系列 中国经典古籍漫画作品 借着简单而富有传意的线条 诠释孔子 庄子 老子 等经典中的人物 让读者在幽默异懂的趣味中 走进中国的哲学思维里 使得原本枯燥的经典古籍 不再那么遥远难动 书中的人物与故事变得鲜活 而有温度 这一系列的作品 不但开创了以漫画形式 诠释中国经典之风 改变一般人对漫画书的传统印象 作品更被翻译成34种语言 在45个国家出版 销售超过4000万册 2015年蔡智中推出了新书《孔子记行》 这次他不再只以漫画呈现 而是仿效司马迁以编年记事的形式 用漫画搭配浅显易懂的白画文 诠释孔子的一生 我觉得《孔子记行》这一本书 它就是用故事性的手法跟编年体 跟一般论语里面 课文注释那种生硬的方式比较不一样 论语它使用的文字比较尖色 对一般的学生来讲比较难阅读 可是《孔子记行》这本书 它用的是比较白画的方式 而且故事性 所以让我们在阅读起来可以比较轻松 这些看来轻松的漫画 与容易阅读的内容 其实是竹鸡在菜汁中 对典籍的深入了解 为了撰写孔子记行 他反复阅读了15种以上的相关典籍 再写成一篇篇浅显易抖的作品 希望帮助读者对孔子 比较有全盘深入的认识 除了《伦理》和司马迁的孔子世家 《众女弟子列转》之外 我也收集了孔子家宇 等西汉以前所有的制作 将有关于孔子和孔子的弟子的篇章 整理出来 希望能重现孔子一生的风采 让我们更了解孔子到底有否伟大 我想要推荐那些对孔子可能有偏见的人 因为通常我们觉得孔子都是很难懂很尖色的古人 可是当我们看过真正一本书 介绍过孔子每个不同的样貌之后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人 他的个性 他的言行举止 我介绍给国高中生的同学吧 因为他们课文里常常会有论语出现 那我觉得在看课文或论语之前 我们可以先看完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有点像可以当作论语的导读吧 我觉得 我们都知道中学生一定要读的是论语 而论语跟孔子是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要了解孔子之前 我想孔子进行这本书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历程 孔子因为他自己是漫画家的出身 所以他对很多事情的观察的角度 跟表达的方法本身是轻松跟有趣的 虽然他没有完全用他的漫画 但是即使他用他的文字的表现方法 其实也还是很有画面感 这样一个很特殊的题材 所以觉得特别推荐 蔡志忠说 未来是华人的天下 怎能不读懂中国文化 不懂得老祖宗的智慧 他期盼读者能透过他的漫画 他的书 对中国文化有概略的了解 进而引发兴趣 自发性地去学习 去感受中华文化 到底有多精彩与伟大 大家都看了孔子进行了吗 看了 所以应该很期盼要跟我们的大师 跟我们的作家来见面 我们一起欢迎蔡志忠老师 从1980年代开始到现在 我们都深深地受到蔡老师作品的影响 我觉得这本书有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然后其中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奇景公他想要把尼西的舔风给孔子 但是燕子他却用一番言论说服了奇景公不要重用孔子 他其中有一句话就说 这个不可以就是形成习俗 然后这句话就是让我去反思到一直以来崇尚的儒家文化 是不是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完美 其实孔子他是推行姚舜之道 姚舜当然离孔子的时候已经活几百年了 七八百年 但是你知道像管仲就比孔子还要早 管仲在齐国已经实施非常现代化的国家管理 所以当时各国为了要争取变成春秋五霸 所以大家要实施新的政策改革 但孔子他一直推行古代的宣老文化 所以不受欢迎的原因大家还在这里 这令我印象深刻是言回他所说的 愿无法善无失劳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希望自己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或才能 也不张扬自己的功劳 我觉得像这样低调内敛的态度 在这个爱说大话 而且积飞成事的社会风气 显得十分的难能可贵 同学对不同的文字 他都有不同的感受 其实老师作品非常特别是 长久以来都是以影像作为创作 他特别的以这本用文字来当作是他的主干 为什么呢 我出版书大概超过100本 很多学者或媒体都误以为我有一组教授团 在帮我编故事写剧本 其实我所有出版的书任何一条线 任何一个字 任何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我自己写的 那为出版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原理 就是山东的民主本社他们希望我来拍 40集的11分钟的电视动画影片 所以我开始在写电视动画的剧本 然后想不如先写孔子季行 然后再把这个材料变成一本书 然后之后再把它切成40个电视剧本 是 当然孔子季行为我们去勾勒 就是孔子他真实的样貌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了这个书之后 有没有非常讶异 孔子跟你想的不一样 在书里面有读到就是孔子他称赞 徐柏玉是一个非常了解处事之道的人 然后他也说尊道不如遵守职责 那就是我想请问老师 这是关于做人处事的原则 我相信2500年来很少老师真正讲出 《伦理》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伦理》讲的就是 《无道义惯之》 《无非忠数两知而已》 什么是忠 什么是数 忠就是做自己恰如其分 就像一本书可以看 他能够背看是一本好书 那就是忠 一支铅笔可以写 能写就是忠 所以忠就是在其位某其正 而我们的一生 从作为人家的小孩到作为人家的父母 到作为人家的存子 或作为人家的领导 身份一直在变 所以忠就是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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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任何岗位上 你要做到恰如其分 这个就是忠 所以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要恕不只是推己及人 推己及人只是恕的一个面向而已 你没有站在对方立场 不能生判断 所以素就是站在对方立场思考 这样就会了解对方为什么这么做 所以当我们终做得很好 素做到最好 这样叫做人 我想请问老师 就是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那很多人都会崇尚流行 名牌或是时尚 而去忽略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我想请问老师在创作这类 就是中国古典的作品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可以带来什么改变 你知道日本他们企业都是要做 永远的永续的 就像超过一百年的公司 日本有七千七百个 那所以日本的公司 它其实遵守儒家精神 公司第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是让人工获得幸福 那西方的国家 开公司最大的利益 是让股东获得利益 那我们常常开公司最大的利益 是让老板获得利益 所以就会公司开的很短事 日本就不是 他们获利符获利摆在地上 就是研发产品 使它成为未来的永续经验 才是最重要 所以不要怀疑 儒家精神未来在世界上 一定会非常受欢迎 而且我们 无论是作为我跟我的女孩 或我爸爸跟我 其实都是以儒家精神在过日之外 谢谢 《论语》这本书是中国重要的典籍 但是对我们学生而言 它仍然很难去读懂 所以我想请问 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 是不是想对我们表达些什么 我自己 36岁的时候已经开了七年公司 那我要生活得很节俭 我一天大概很少花超过一百块 这个不请人家吃饭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这辈子 为赚钱的事过了 因为我自己从来不认为 我们来这辈子 是为了要唤起名利 而是为了来完成自己 所以我就去日本四年 然后就想回到画漫画 那时候就开始想 我要画什么漫画 其实最重要是帮助学习 我认为我们透过一本书 然后可以得到 那一个人耗尽他一生所写出来的 就像老子 一共只有写出五千零七个字 我相信透过漫画 那就会让很多人不知不觉中 就是去读到这本书 其实漫画它最特别的地方是 它可以用最简单的笔触 然后可以倒进千言万语 那老师 你在摸索孔子的造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孔子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应该这样还是那样 应该画过不同的版本 有 我其实像画妆子就比较简单 因为我自己就非常妆子 所以妆子本来就达官的 是 那王子他有既有的形象 他身材高大 据说一百九十公分 然后孔武有力 可以独立一个 把那个成本的那个横杆拿起来 拿起来 当然画了五六个才选出这一个 所以这个至圣仙师 跟我们这个蔡之中老师 这个书里面的孔秋是不一样的 诗有之 高山扬子 景性性死 谁不能治 人心向往治 那到底孔子记性里面的孔子 有个学生什么样的那个印象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青春交流在你所不知道的孔子 同学在读过孔子记性后 对孔子是否有更进一步了解呢 让我们透过机智抢答 来看看同学真的了解孔子吗 进行方式 姚主持人出题 各校同学抢答 正确者得分 青春爱读书 我们今天读的书是孔子记性 那在孔子记性里面有许多的段落 描绘勾勒了孔子他精彩的一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所不知道的孔子 这是抢答题 第一题 关于孔门不识离的习俗 下面何则有误 一 孔子不喜欢吃铝鱼 二 儿子取名叫做铝 第三个 鲁昭公派来送一只大铝鱼 来祝贺孔子的儿子出生 到底哪一个是有错误呢 请讲答 一 一是孔子不喜欢吃铝鱼 对 这是错的 好 来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没有错 孔子不喜欢吃铝鱼 你看所以孔子将他儿子取名叫做柏鱼 叫柏鱼 下一题 孔子饱读诗书 多才多艺 下列何者不是孔子的兴趣专长 不是 一 射箭 驾车 第二个 练兵 习武 第三个 弹琴 唱歌 请抢答 嗯 没有错 那他其实两个他其他两个都很爱 对不对 如果他在今天他还是会买跑车出去飙车的 那唱歌他一定会天天带学生去卡拉OK 去KTV 好 来 接下来看下一题 老子说富贵送人财物 那仁德仁送人延迟 下面哪一句不是老子送给孔子的话 一 不要议论别人 要说人家坏话 二 不要喜欢揭露人家的罪恶 第三个 要顾好自己 哪一个不是 来 请抢答 三 三是要顾好自己 要顾好自己 不是老子 不是老子的 是 来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要顾好自己 接下来下一题 孔子超爱听音乐 只要听到这个曲子 会感动到三个月 藏不出肉味来 这是夸试法 好 那请问一下 是什么音乐 一 五月 二 雅月 三 韶月 请抢答 三 韶月 韶月 韶月是不是 来 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 没有错 是韶月 来 接下来 子贡问过孔子 如果有一个字 可以当作终身的奉行准则 请问是哪一个字 一是中 二是数 三是人 请抢答 数吧 数吗 好 那恭喜何宜再得一分 接下来 孔子曾经将追随他周游列果的弟子 依照专场分成四颗 其中呢 不包含哪一颗 一 正式 二 文学 三 李悦 四 品德 请抢答 三 李悦 三 李悦 三 李悦 对 没有错 答对了 这一题呢 瘦山拿到一分 接下来 孔子弟子之中 精通柴火跟外交的是谁 这题应该很简单 一 子贡 你不要紧张 二 子游 三 子下 请抢答 一 子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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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正确答案是子贡 看下来 下一题 孔子弟子之中精通文学的是谁 一 子贡跟子路 还是二 子游跟子下 第三个 是子贡跟颜回 请抢答 二 子游和子下 子游跟子下 是不是 来 是不是呢 没有错 子游跟子下 那接下来 你们准备好了吗 朽木不可凋野 粪土之强不可乌业 余语 余语何诛 指的是谁 第一个是宅雨 第二个是宅我 请抢答 宅我 宅我 但其实这题有一个问题 对不对 两个都是啊 两个都是啊 其实这个问题你做不好 因为两个是同一个人 对 对 在轮语里面 他又会用宅雨 又会用宅我 对 对 老师就知道了吧 所以这一题都对 来 接下来 孔子过世之后 弟子们推举了一个长相 长得非常像孔子的人 来接替老师的位置 请问是谁 好 注意咯 一 贞子 二 子游 三 友若 请抢答 三 友若 友若 是吗 好 没有错 答案是友若 在这一次的抢答里面呢 很意外的 是寿山中学 你们拿到的第一名 恭喜你们 其实这个问题 非常的有趣 当孔子过世之后 弟子们推举了一个 长相跟观念 都非常像孔子的人 来接替孔子的位置 答案是友若 那其实我想要问一下 蔡之中老师 在佛教里面也出现类似的 佛陀在涅凡之前说 不为他的立项 也不留任何的文字著作 可是后来有所谓的五百集结 那你觉得像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如果是老师他生前 他会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吗 我猜像那个友若 是因为他长相啊 身高啊都像孔子啊 其实友若他不是文化最好的 他不是文化最好的 真正影响让孔子 传世很远的 第一个是紫下 紫下 那到就是河西去 后来紫下也成为 法家的创始人 第二个回到屈户 巨细孔子的像孝道 那个是曾圣 那如果是佛教的 就像如果是禅宗 禅宗有一个是读诀 一个是声闻 那释迦摩尼佛 当然不是听人家说法 长大的 他是自己独立去悟出的 所以他当然会交给 所谓的佳舍 就是跟他一样是 通过自己得到的法 然后去实践 到底是不是生命的实相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老师如果是亲自指派的 会指派跟他行为个性 比较像的 就像孔子弟子有三千 真正在周边有七十七 那孔子最喜欢的是延回 是延回 可是他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如果延回还在世的时候 那按照蔡老师的想像 他是不是有可能会接 一定的 一定的是不是 还是一定会接地的 是不是 老师一定交给他最爱的学生 最爱的学生 所以你们是老师最爱的学生 因为你是老师最爱的学生 点头点得很用力 对 但我们要好奇来问一下 就是 其实在读孔子记行里面 你会发现 就是延回在孔子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孔子喜欢延回有三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好学 然后不迁怒不二过 他不会把心中的愤怒随便转移到其他无关的人身上 然后也不会再犯相同的过错 然后他能同时兼顾学问和平德 而且还能做得这么好 我想这就是孔子最喜欢延回的原因 然后能被孔子称赞好学 那延回的努力程度可想而知 然后另外我们有时候会因为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就对身旁的人发脾气 或是因为一些坏习惯 我们改不了一犯再犯 那我想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自我约束力不够 所以才会造成身旁爱我们 关心我们的人担心难过 但是延回在这两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他的执行力 他说他不如表面的愚笨 反而能将所学加以阐述发挥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他暗于贫穷 他从小家庭贫困 居于漏向 尽管只有一单四应嫖影 他还不因此而贬低自己 反而能在一般人无法忍受的监困环境中 努力向上 然后安平乐道 延回他就是安平乐道的个性 因此受到孔子的喜爱 然后他举一反食 就是他可以实践孔子所讲的 然后并且去理解他 是 然后贯彻的行动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孔子爱戴他的原因 是 其实我在读如语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子贡 是 就是我在包括孔子家里乃至于五月春秋 其实子贡是个性最鲜明的 而且也是最聪明的一位 至少在我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子 如果老师你有学生 你会欣赏 延回这样的学生 还是子贡这样的学生 当然延回是智商最高的 也是最听老师的话的 那像伦理五百一十二则 有孔子的弟子写的 那像刚才我们看有肉 他后来就接班了嘛 所以开始就是有子说 有肉说 就是都是弟子 那弟子当然要多方面 如果每个弟子都是颜回 那大害儒家也不会这么兴盛 因为有当官的啦 就像染油啦 有子录啦 也有采金组啦 就像子贡啦 子贡是办事能力最好的 办事能力最好的 他可以代表乳国去说服乳国 去造成大家矛盾 他也是最有钱的 也是最有能力去换取钞票的 作为每个老师 我相信都喜欢子贡吧 是 但是这也是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们在读论语里面 其实很多学生 在历史上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反而颜回都一直活在 老师的回忆里面 那如果他活得久 如果真的有还有论语的话 那儒家思想 是可能会透过颜回 来做一个发扬 那就会不太一样 就会不太一样的是不是 对 对 所以这个颜回 就有时候历史的这个偶然 就是念颜回很早就过世了 他非常早就过世了 所以他没有真正的继承到孔子的衣钵 那孔子在终极一生 你在文字里面发现 他很怀念这个学生 对啊 他其实孔子 他为了两三个人哭嘛 对 为了子录死掉也哭 对子录死掉也哭 原来死了 哭得比较凶 对啊 弟子都劝他不要再哭了 对 对 我们再回到这个孔子记行这本书里面 其实蔡智东老师为我们勾勒出来了孔子的样貌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样貌是心里的样貌 因为家里小时候附近就有孔庙 然后寿山校门口就有一座孔子的雕像 所以我觉得孔子在我心目中是有点难以情景的 就觉得他是只给人家瞻仰的 然后可是看完这本书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在看着他跟识人跟弟子的互动 就觉得像是长辈在旁边教导我的那种感觉 我认识了孔子就是他会就是讲只会讲很多道理 然后那我自从读了孔子记行这本书之后 才知道孔子在当官的时候 他可以影响到整个国家就是人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其实在这个古代的著作里面我们很少去描写他们的心理活动 所以在文字创作里面最困难的就是心理创作 就心理描绘老师怎么样去捉摩去揣摩呢 我其实从第一本庄子的时候开始画起 那庄子一生的价值观啊 跟他一生的行为啊 跟我自己本人是很像 所以我常说老子是我的偶像 老子是偶像 我就是庄子 无论到后来画佛经 我都是用一个方法 就是先去了解他的一生 然后再了解他的思想 然后再把自己画为他 然后再露出一个真灵面目 就有一只会画漫画的手 再去把他画出来 那孔子比较没有这样 我不敢说我就变成孔子 但是你从他的一生的经验啊 就像从小就十五啊有志于学 学当那个就是说 礼官 所谓仪式的礼官 就想说新郎新娘拜堂 然后就怎么拜 然后所以当然入太庙势必问嘛 就像你说有孔庙 那孔庙每一个动作都有 2500多年来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后来就可以理解 他就一直想有一番作为 所以后来你就知道应该怎么画他 就像老子耳朵很长啊 孔子刚才你讲的孔秋 其实我开始有画头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孔子一开始画头是头型不一样的 是 但蔡老师所勾勒出来的孔子 里面呢其实有两个最大的 一个是因材施教 一个是有教无类 你认为老师做得到 因材施教跟有教无类的举圈 做不到了举叉 来 请举牌 你看举叉牌比较要大 是 你看 圈的只有12345 五个人 我问一下安琪 你有什么是举一半一半呢 我觉得不一定 要看老师的人 就有些老师他可以接受说就是 成绩很好的学生 他可以跟他互动很好 然后成绩不好的学生 他也可以像 就是可能不会像成绩好的学生 那么喜欢他 可是还是会跟他很好 然后有些老师就是 他对于那种成绩比较不好的 他可能就会觉得 比较放弃一点吧 我觉得就是 老师可能会特别就是 对功课比较好的人 有特别待遇吧 特别待遇有哪一些 就像说 可能会给他一些额外奖励 额外奖励 对 或者是 就是他需要帮忙的时候 就会给他寄一支家长什么的 我认为做不到 因材施教 为什么 因为每个学生的特性 个人特质都不一样 所以要知道他的特质 是有点难的 所以很难做得到这件事 是 所以你就觉得说 教育是不公平的 只有少数几个人认为做得到 郁君你认为做得到 我觉得可以因材施教 就是因为如果真的 如果那老师真的有信的话 因材施教 对每个老师都是可信的 可是你们班有多少个同学 三十九个 三十九个 所以三十九个 他这个音材施教吗 如果那个老师真的有信 一个一个去看 真的有信的话 因为我之前去美国的学校 他们一般没有很多人 所以我觉得还算OK 还OK这样是不是 可是我是举叉 举叉对啊 为什么我就不知道呢 跟他们刚刚讲的一样 老师是人啊 老师是人 对啊 这总是会有感情的啊 是有感情的 对啊 就是可能跟他接触 互动比较多的 他就会比较去在意那位同学 然后可能就会跟那位同学 比较好 我觉得跟成绩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反而跟成绩没有关系 对 我觉得反而跟品性 品性比较好的 可能有些老师就比较喜欢 然后就会特别去关心他 是 然后其他同学可能就会 嫉妒之类的 都会嫉妒这样子 对 那你有什么不会做那一个 亲近老师的人呢 我本身是蛮亲近的啊 对啊 所以你在学校是受欢迎的 受老师欢迎的 也不能这么讲 就是比较了得开 对 比较了得开 老师现在有很多学生嘛 是 你有办法知道 英才师教有教育吗 如果因为我上课的时候 那大概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那时候 一般是五十个学生 是 那其实出自于理计 就是英才师教 我们通常的讲法就像 让老虎五支拿高尔夫球肝嘛 让麦克·Jordan拿着篮球嘛 让像三普拉斯拿着网球拍嘛 这个是英才师教 就是 让会唱歌的 拿着麦克宏再唱卡拉OK 让会画画的 再画画 这个是比较广义的英才师教 就是 适得其手 每个人才法不一样 是 但是在学校里面 如果是理计讲的 英才师教的意思 他是说 学问有的很深 有的很浅 那学生有的智商很高 有的很笨 所以你不能让很笨的学生 去学很深的学问 那没什么成效 你也不能让智商很高的学生 去学很浅的学问 像他没有成就感 对他根本就没兴趣 英才师教的意思在理计里面是 对智商很高的就让他学很深的学问 对比较一笨的学生就让他学比较浅的学问 是 那我自己是认为 我们每个人要及早发现自己的才能是什么 其实我是很对去念书是为了读师 所以考一百分去换取文凭的 这个只有到你上班面试那天有效 不论你是哈佛毕业的 第二天就是凭实力 其实只有有效一次而已 不行就一定不行 最重要的是实力 所以每个人我们学习的目的 就是要使自己成为有才法有能力 就是找出自己的才能 然后学会自己的技能 然后走出自己的人生之道 虽然老师没有帮我们办到 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 然后及早学会自我学习能力 就像小孩要去学电脑啊 架设网站啊 这个对于一个妈妈来说这个是很困难 那如果小孩她喜欢 她就会自己去做 那每个人如果能找到自己的最爱 然后最拿手的事 然后把它做到极致 无论做什么没有不成功的啦 没有哪一行比较好啦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哈佛博士 那这世界就变第一 谁来帮我们开车 谁来帮我们煮饭 谁来帮我们清洁马路 当然每个人都要试得其手 没有哪个行人比较高贵 是 当然除了这英才师教有教无类之外 我自己怎么看你知道吗 孔子他是一个一生他推积将贵族的教育 变成平民的教育 以前贵族拥有教育权 所以他们可以当官 他们可以继续执政把持权力 但教育一普及之后呢 人人就是不依倾向嘛 大家都可以透过教育 会让自己的社会阶级不一样 翻转自己的社会阶级 所以孔子原来是一个礼教的守护者 他希望透过教育来守护他的旧制度 没有想到他推行了教育之后 他变成了制度的破坏者 他无形中破坏了一个旧世界 让所有的人都加入竞争的行列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孔子之后 一起受教育之后 他们开始有不一样的想法出现 所以其实在这个节目里 或在你平常 你们应该勇于表现自己的想法 更勇敢一点 那当然在整个孔子记行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篇章 也是我们在读论语 或是读蔡老师的孔子记行里面 都会发现了周游列国 周游列国其实很简单 就是孔子他是一个高阶管理人才 但是他一直找不到公司 要雇用他 他是一个CEO 他到各个国家去应征CEO 这样子的行业 但是他一直都找不到 适合的工作 所以花了好多年 那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到底是孔子自己的问题 还是各国君王 他不认识人才的问题 来 请翻牌 一 二 三 君王就是孔子 所以基本上是 这五五波一半一半 所以很简单 既然大家的意见不相同 那我们就来一个简单的辩论会 青春交流赞 孔子怀才不遇是谁之过 现场同学看法各有不同 认为原因在孔子的有五位 是君主之过的有六位 双方都有责任的有四位 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同学们怎么说 进行方式 同学打破孝季立场发言 最后由蔡志忠老师讲评 所以我先问一下玉君 到底有没有怀才不遇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怀才不遇这件事情 是 像是举例来说李安 他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一直 他年轻的时候他一直想要拍出 就是完美的电影 可是他就是一直没办法达成 那时候他就坚持到底 然后没有放弃 所以我觉得只要坚持到底 就不会有所谓的怀才不遇 我觉得没有怀才不遇这件事 就像毛岁之间这个故事 就是你锋芒的见 你总有一天会刺穿那个袋子 只是可能是你自己没有争取到那个机会 或者是你没有掌握好那个时机 所以才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才能 我觉得有 有 现在是范果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所画的画 不被世人欣赏 直到时候呢 他的画才让人觉得 才被人家看见 对 但是我回过头来看孔子记行 你为什么认为就是 孔子没有被重用是君王的错 其实我觉得孔子 他政治的理念非常的好 要让他来治国的话 可以使民生富足 但是因为当时很多军国都 听信他下属的意见 那些下属都认为 让孔子来做官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所以呢 君王就听信了他们的残言 所以导致孔子都仕途不顺 那些人 都没有错 有些人他就是 他就只是想要贯彻始终 他自己的想法 他不想因为就是 希望别人重用他而 就去改变 然后孔子他的思想 以仁义为本 我觉得 以仁义为本的 治国理念的话 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执行 然后有一句话叫做 看得见利益 大家都比较容易赞同 我觉得当时的国君 应该就是 以那种想法抱持的 所以他没有重用孔子 君王和孔子都没有错 孔子他仍爱思想是很好 可是就是 当时的时代 不适合这样子的思想 对 其实无论有没有 怀才不遇这件事情 那我先问 第一个 孔子周游列国 但是他没有被重用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以蔡老师你的观察 第一个他违反当时的既得利益者 就像你讲的 他要去做西游 对 所以他其实还蛮困难的 例如他去见男子 有点要通过男子去完成他的梦想 因为子录非常的不高兴 是 为了仕途还要去见一个女人 对 那时候男子才刚刚跟魏林公结婚 所有的魏城的老百姓都去看 第一没你 没有人看他 那就心很酸 无不成见好德日好色者 第二个他当然就像你们讲的 其实在孔子九岁的时候 他的偶像是挣狗的职产 职产那时候已经做改革开放 就是造行顶 就是把国家的行法公布在那个顶上 所以在那时候都有像邓锡子就反对职产 认为他的行法不够公平 所以邓锡子是第一个志工的律师 就是说他有才招人机会 是 实际的利益者根本就 就是故意的或是设法 阻挡 对对对 我想要问就是 生命的意义还有 生命中最重要的是 生命的意义就是 人没有梦想 就像蝴蝶没有刺党 所以 每个人要有自己的梦想 当然这个梦想是亮丽阿伟的梦想 然后就是执行自己的梦想 走自己的路 生命不是来换文凭 不是来换名利的 生命是 你讲 你做 你成为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 是 孔子说 君子极末世人名不成言 他忧虑自己在过世之后 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声 那为何孔子又说 君子病无能焉 不病人之不己之 那我想 就是 请问老师 这两个说法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 我自己认为 成功不是活着的时候有 那个 赚了多少财富 然后职位多高 成功是 你做出了什么 好的事情 影响了多少人 影响了时间多久 就像五百个帝王 真正留下好名声大概两三个 其他留下错名的更多 其他都是 你不干还是有人干 那这个角色一点都不重要 真正留名是 他让多少人祸益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 是 最后面呢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老师真的有时光机的话 让你回到古代 见到孔子一面 你会想问他什么问题 我会劝他 劝他 就像刚才的 天情讲过了 所以第一个 不用去做有略狗 直接开补习班 孔子最重要的是 让所有的庶民百姓们 都可以通过学习 变成独立一方的人才 是 而不是就像过去封建时代 只有贵子世代夫的小孩有机会 那这个就是 老师认为 没有怀才不育这件事情 注意看那个 当初认识史记写的孟长军 都是自己自我推荐嘛 所以以前就有很多人就是 你只要是尖尖的追子 放到布袋 他就会自己吐出来 今天更是这样 今天你上网嘛 你有过能力上网 全世界有两百万人可以点阅的 是 只要你真正有那个才华 这个当然呢 在今天的故事的最后呢 其实老师也要推荐几本书 这几本书呢 我觉得是非常特别 也非常重要 其中呢 这个老师推荐的第一本 是《先知》 这本书是 1901年到1999年 100本 影响人类最有名的 100本书的第一名 那里面的篇章 无论在讲 对子女 对教育 对分音 对爱 全部讲的都非常清楚 那接下来 漫画儒家思想 这个里面 有所有的儒家 大学 中庸 孟子 论理 那当然还有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那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 第三个就是 刚好讲的 倫理解密 其实 如果我为人 应该尽的本分 应该做的义务 那今天非常感谢 蔡总老师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同学的参与 谢谢你们 欢迎大家下 孔子 他影响了所有东方人的儒家思想 他希望透过这本书 然后让我们的年轻朋友 可以学会什么是儒家真正的精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